检方在卫泉总公司搜出的卫福部文件 到底是谁泄露给顶星的呢 屏东县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员蔡清荣今天承认 她的确将信件传给了顶星屏东厂厂长曾启明 但是是不小心传出去的 她也是在检察官前去征讯的时候 才惊觉自己不小心将文件传出去 对于蔡清荣的说法 屏东检方刚刚表示该份文件并没有裂密的 那我也是在屏东检调单位 她问讯我去监视我的电脑的时候 我都还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我是到她屏幕做完的时候 我看到她给我写的是赌职跟关西人的时候 我才吓了一跳 我问她说我怎么会赌职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该要的资料我都要了 该划的该封的我都做了 为什么会赌职 怎么跟我讲说 她就拿了这一张 然后她说我也是因为这个过来的 就是你们大家手上的那一张 那时候我还吓了一跳 我说啊 难道是我当初我在印资料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弄出去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